好 接下来有请同济大学教授 程祖国老师上台发言 大家应该请同济大学教授 伍华文教授做准备 好 各位专家 各位前辈 其实我今天来是向大家学习的 因为前面已经讲到了 做了那么多的实验 那么多的成果 进了那么多的理论假设 做了一个变成的铺垫 我这边呢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看着郭平教授做这件事情 所科夫的重重困难 有感而发 所以 从不容易上来讲 是对郭平教授的某种做法 或者某一些行为的一种感情 借着机会呢 可以向大家发出一个呼吁 好 我这个文章的名字 比较奇特 请问都是很专业的 允许我来换一种方式去讲 或者说自信原创 就是周一一教授所说的 九个别人的魔不瞎 所以我要自信原创 然而勇敢前行 请问几位长辈 都已经提到了一点 然后呢 那后面一句话 是我的注册之所在 也是对郭平教授的一个肯定点 就是 刚当文明 啃花呢 就是脱路人 对吧 什么这半句 对郭平女士的村林学校 赞叹 随喜 我们有一句文化的一句话 叫随喜赞叹 但是呢 我把这两句编过来 就感恩她 所做的一切 然后呢 跟她的这样一种喜悦的状态 合起来 也喜 把那个喜合在心中 然后 以这个喜的一种状态 用来反馈给郭平教授 她的评论就更大 所以 我把这个题目去讲一讲 嗯 其实稍等她回到题目上 就是根本的 就是灵魂的东西 说清楚了 她不讲说没关系 时间不允许的话 我上面写了四句话 这是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号 我没记错的话 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科学院 和中国工程院 两样乃至大会上提出来的 她说二十一世纪 乃至于以后 这个时间段里 是借科研的方向 包括人类 人民的进展方向 人类生活的发展方向 将围绕这四个主题去开启 它是高度概括 高度尖端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物质结构的一个认知 第二个是宇宙的演化规律 第三个是讲到了生命体源 最后讲到了意识的本质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们同时代的人们 那些科学家们 包括我们在这里 各位所探索的方向 在主席这样的高度 把全室内各个科学家们的高度 把他们总结四个方向来 那么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些特题 应该跟几个方向 都有着密切的相关 除了演化以外 因为我们刚才 杨教授和科卫教授和伯格 都谈到了那种领情传递 那么跟物质结构肯定有一种关系 它们只是变得 猜测 第二个生命的起源 刚才讲到那个鸡蛋 主熟了 就是变生了 我们可以想象的 家喻互相的故事 那就是生物坑怎么来的 主熟的鸡蛋是个石头 是不是还能蹦出生命来的 所以我们把吴承恩的假说 在我们现实中的载线里 那么再也就是意识的本质 也就是说前面 龚泽斌教授讲的 说意识背后还有一个活的灵魂 我们看过佛学书里面 一句话叫七处真心霸函变见 就是你所想的东西 量啊你的知识啊 体系的东西 还有东西吗 有没有东西呢 龚教授他说 那个叫活的灵魂 那么佛家里面讲 七处真心霸函变见 退出的灵魂是什么 那么好 所谓的空城 待会我回到我来讲 所以呢 意识的本质有深究之处 那么好 主席用这四句话 使得一个字 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方向 做到高度的解除 好 请下一个 然后 文章的摘要就是讲的这一点 具体内容 文章的摘要就是讲的这一点 具体内容 有些革命 或者是第六次的财业革命 这是非常伟大的一种设想和猜测 和预见 而且非常有科学和哲学高度的 那么好 我们就做这些事情 那么提到了一些人 那么好 这个里面 实际上 有一个观点 也就是我们所要去 讲识的一个地方 那么好 我们所做的那些科学功能 它的理论是什么 因为我没有去做许多很有趣的 多么的那些感官实验 我做了实验 因为今天还说 我是参加人与科学 就是过瘾的科学家 非常感谢 我是愧不感叹 但是做了一点点四起 我就简单在这说嘛 我做的是什么呢 做的是 用意念 生光 暗示里面有光出来 那么焦转就会反光 生光是电 我有个万语表 很可能有万语表 按照我们的理论 副理学的理论 都正经负极接触的时候 那么 将万语表放在电压档的时候 还是没有拿出来 我做了这个事情 生了磁 我们的简单的屏蔽桶 从北京的航空、航空、航空大学 还有其他学校里面 我们做的屏蔽桶 词里面 它没有磁的 或者是耐的 一耐的 这些精度都标定过的 然后我们生出来 几千的机关中的磁 生光、电磁、热 我们也做了 生光、电磁、热 我们做的这些实验 我们也做了很多次的一些重复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的时候 因为作为统计大学的一个老师 毕竟受了这样的 研究科学体系的一个训练 那么 他的认知就是说 我们那些现象 所有的现象背后 它都有一个基地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我自己认为的 可能还要就这个最激烈的计划 做一点点的实验假设 打不住一起 包括在座的各位所做的各种实验 如果能难化 或者说 介绍了一个大的体系中间去做的话 那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那就是中国人民 在现在科学体系架构指导下 建立新科学体系的一种共同实验和努力 好 请玩一下 这个地方呢 就不再去讲了 主要就是说 这些人民提出来的 尤其国内的 国外的 历史的 现代的 有些小孩 很有本事 说能够看到 将来的作业 是什么 标准答案是什么 那么其实王安神 在他的伤众中容里面 可以讲到这个故事 很有能力 所以说 我们自己 就是普通的人 做的一些事情 那么 他在过程中 他就怎么做呢 他发生那么多事情 他里面 应成了宇宙的基础是什么 那么 可以这样说一句 就是说 前面尤其是各位教授 在前面 整个框架都开了 他都是用心意在做 所以说 我们应该聚焦在心和意 那么心怎么去 跟自己的形体 做成关系 比如说中医 或者是科学功能等等 那么 心意又和外在的物质 又怎么发生关系 这个机构是什么 如此引发开了 好 请往下一页 好 那么好 这就是我向大家 各位呼应 尤其是 请前辈教授们 专家们 给我们指导 给我们后生管行者 做的一件事情 我引用一句 中国的文化讲述 就是 不谋全局者 不中谋意欲 就让我们每一页都做得很好 但是我希望前面有一个专家 前面学者们 给我们打个宏观的架构 各位教授家 给我们打个宏观的架构 让我们所抹的意欲 坐在全体中 希望能教授们 不令赐教 直到我们后生 第二个 不谋万事 不中谋实 也就是说 我们是做的一些事情 是要经历其时间 考验 要去把它 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刚才 应当明晋教授 做得非常详细 用实际上去拍摄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东西 去考虑 考虑得这样的事情 但是 我们除了前面的 现象 追究了理论 然后到了应用 这也是一个全局的 几方面的融合 也是一种万事 所说的 或者一徐的 一个代表 所以我以这个为主题 提出这些观点 因为齐大大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将我服务人民 前面我们在讲的过程中 经常会提到我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还有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中国观点来讲 天人合一 那么好 你这个你和天人合的 他和天人合的 他和天人合的 所有人对于天人合的话 那么好 你所做的 只是天一种表象而已 不强调 我个人所做的那些 不是我个人 员 就是宇宙 所谓宇宙 所谓宇宙 天人 所谓宇宙 引渡整个宇宙、整个虚空、整个巨系统。 所以我是在讲的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好,现在提出了很多的理论讲说。 最后,前面孙教授也提出了唐克明。 唐教授提出了意识的背后。 也就是说,郭教授也提出了火热灵魂, 他把那个东西,本体的东西, 把各种现象的栽培剥开来。 最本例的,叫一人体。 佛家说,七处真经,八环变地, 拆完了空腹背后的那个东西。 他取的名字叫一元体。 它小到非常小,大到无限大。 也就是说,古人所说的叫一就是多,多就是一。 这种说法,给人细细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这个现象的挖掘, 教授们都呼吁了, 把这些基点也做出来。 然后,仿佛实践,仿佛探索就取出来。 实际上,我们讲到的量子力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到了它的祖宗。 王阳明的花,当你不去想它的花,它不转, 也就是意识的一个。 量不是说吗? 你不知道它的存在,王阳明也把这说了。 然后呢,到了薛定谣教授, 他换了一句话说,他用猫子比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因为是中国人嘛,就给自己给他提点建议, 认为他这个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是 王阳明理论的一种抄袭, 或者是说性战科学话。 就是抄袭不尊重,是一种转化, 是一种拓展和升华。 好,请往下一页。 最后再加一句, 这是中国最关键的一个观点, 所谓齐天大圣。 中国人说了,天人合一了, 那么好,这个太抽象,太理论化。 然后吴昌明先生都编出一个故事, 英国人叫齐天大圣,心里天气。 齐天大圣。 事实上,我们刚才来做的, 我们的心能透到那个GPS里, 把GPS变了。 透到鸡汤里,把鸡汤变了。 这个主说了以后,把熟的变成生的, 然后加上那果。 这一张大圣的过程, 我们是跟它合一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一元体, 或者说我们那个背后的活的灵魂, 或者说七处真经,八房变地, 后面那个空, 我们能透过去。 这就是我们的本质, 人的本质那一点。 所有的, 你我在说的一些文字, 哲学, 法律体系, 都是这个本体在动性出来的一种模式而已。 每个人的模式有差异, 但每个人都可以变。 但它本体确实不变的。 所以说, 那个东西与天启, 行天大事。 所以, 我通过这样的一些现象回味以后, 我就提出一个小小的问题。 为什么呢? 他们讲到了, 梳乎空孕简历作方庄اغ库娜默德手机里。 在他的那个小说里面, 假设, 那个最本体的天没法用字。 为了缘化,所以用罗雷佛这个人名来代表它,那就是本体,这个东西有无限种可能,那个可能就是一种方法,也就是代表着树,它只是道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根本也是在道一辈,那么道是什么呢?就是时、空、整体复合子,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我这几个三层命理那种提出来,这是一个复合子,然后我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他说,这个复合子的不团,它组成的,组成我这个样子,这个人站在前面叫陈祖伯,组成一块样子,但是说它都是一个基本组成,现在物理学讲到了很多,什么粒子学学,不同的段路往下西化,升华,升华到本底的时候,达到人和听合一的时候,那个层次最基本的粒子是什么? 就让我们大家能认识到那个用逼生之力去求,用逼生之力去求,能够达到那个境界,实行国人所说的,人天合一。谢谢大家。 好,感谢应教授的发言。